好 我們現在回到我們今天晚上住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在Lonceston的附近 對 但是我們也是開了一段山路 好累啊 樓下看起來就是餐廳耶 哇 很大間餐廳耶 裡面還有Casino Yes Thank you 這裡可以買酒 那我們今天住的這個Motel呢 這是我們住的這一間在外面 就是從那個餐廳走過來對面 小心 我們大間的一個Dodd Clean Time 加一個單人床 對 那我們住這樣子一個晚上是2000多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我們在市區的話可能是1000多 那就是住的是backpacker那一種 我們這邊離市區一點點距離而已 那這樣子多一點點價錢 讓我們空間換到非常多 對 而且我覺得如果像是有自駕啊 有開車的話 住在離市區附近的Motel 它有停車位的話這樣子比較好 對 因為我們這陣子真的是被停車位 傷透了腦筋啊 市區就是很難停車 我們現在來到他們這間的餐廳吃飯 然後呢在這邊住宿的話呢 點餐有10%折扣還不錯 然後他還有給我們兩張的酒券 可以在這邊換酒 換一杯免費的酒 對 宴一杯 對 宴一杯 不錯 今天晚餐我是點漢堡 然後每一個是點養肉派 我會點了兩杯酒 看起來就是很一般的美式餐的一般餐點 對 一份二十七塊 嗯 還可以 我剛剛清下去很脆耶 酥嘛 那個酥開了 我來吃吃看 嗯 嗯 這個酥 小心燙 嗯 很好吃耶 嗯 好酥喔 比我們想像中的好吃一些 對 他剛來的時候我想說 嗯 就這樣 嗯 只是一些要去吃一口而已 嗯 不錯 羊肉會有味道嗎 就是羊肉的味道 不錯 好酥喔 早安 然後我們今天是要前往東邊的另外一個小城鎮 然後這個城鎮呢 它是 既學蜜跟Holbert之後的第三個古老的城鎮 然後我們今天主要海外去一個重點就是九杯灣 它就是有九杯形狀的一個海邊 然後今天天氣很好喔 走 你看它這邊就是一個吧 好酷喔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Oyster 也是一個吃Oyster的地方 哦 也是長一樣的啊 圓形的 嗯 它這邊的Oyster有分兩種品種 gold比較貴 我們上次吃的看起來應該是gold 是嗎 來到這裡好有蓬勃的感覺喔 就是他們都會把這些殼 努力 這些殼把它放著 然後一些當裝飾啊這樣子 對 是你分享嗎 對 你喜歡嗎 我們點了Half Dozen 六個 然後我們點了它這個是gold 然後它還有另外一種是silver的 silver的是比較長型條狀 比較這樣子的形狀的 然後silver是15塊Half Dozen 我們點的是gold 是18塊Half Dozen 我們上次在Burning Island吃的這個 也是gold 就是比較圓圓的這樣子 覺得很可愛 可是我覺得這裡的好像有比較大顆喔 對 這一間吃起來的感覺 不是吃森盤的感覺 在這邊吃東西的感覺 跟我們在Burning Island吃的時候 感覺有點不太一樣 這裡感覺就是像在海邊的一個小攤位 然後你就吹 真的就是吹著海風 就整個旁邊真的是海 很有澎湖的感覺我覺得 我們這幾天發現來Tasmania呢 就是吃生蠔 喝酒 吃起司 吃巧克力 然後看野生動物 我給這個牌特寫 你看 它這個形狀就是比較深的 而且你看它這邊的 不要噴到我的衣服喔 每次推一推兩隻好喝 是不是要吃gold 對 但是兩家吃起來應該是一樣感覺吧 差不多 甜味也是有 那價錢呢 你記得嗎 我剛剛看了一下價錢 我們在第一間吃呢 Half Thousand呢 是13塊錢而已 然後我們買這個呢 是18塊錢 但我覺得吃起來好像有好吃一點 我覺得兩邊都好 它的胖胖的地方就是 越咬越甜的感覺 就很脆很甜 那我覺得是不是因為 南極這邊的水魚就是 養殖起來的Oyster比較甜 而且就是這種形狀很脆 就我之前吃生蠔 就是很難吃到那種甜的感覺 但這個真的是又甜又脆 而且很脆耶 之前吃的都沒有那麼脆 好 我們現在在前往Cose Bay的路上 然後我們現在停在這個酒莊 因為太美了 然後這個酒莊叫做Devos Corner 對 我好像在超市都有看到Devos Corner這支酒 我進去看一下 很美耶 而且它這裡全部都是它的葡萄園 好大喔 然後這裡也有很多Wine Tasting的地方 對 它這邊像是一個 他們自己的一個貨櫃屋市集 你看他們在那邊試好多杯喔 真的耶 好酷好可愛 這裡也有在賣Oyster啊 對 哇 來這邊試個東西好了 對啊 有賣Fish and Chips 有賣Muscle 然後Oyster它也有是那個 有承認過的 來了 我們點了這個 很棒 而且我看別人點了 其他口味好像有多口味的感覺 我覺得它這個披薩 雖然是在觀光酒廠 但它這個雖然做的還蠻不錯的 只是它這個口味不是我喜歡的 但是它的披薩就做的不錯 你看 它就是這樣 脆脆的 我覺得剛剛有一個人點Mushroom的 我覺得看起來不錯 他剛才問我說 你吃素嗎 我就不要 因為我看這樣很多都是 像是素食這樣子 喝水也是素食 剛剛從吃飯那邊 然後旁邊有那個Wine Tasting 跟吃飯的地方 然後從那邊 旁邊走下來 它這裡就有一群的拍照圈 它這裡就可以看到 種葡萄的地方 一整圈都是 好 我們現在要走去這個Wine Glass Bay 然後它這裡就是有一個酒杯的形狀 然後它這個是在一個National Park裡面 然後看起來要走一段間行路線上去 才會看到這個Wine Glass Bay 對 我們現在在這個位置 好 要這樣走 走上去之後 然後再這樣走下來 這也是個Look Out 那我們走去看看 它這邊也是有很多條尖性路線 然後我們主要是要去 這一條 對 走 像它這邊標示的都很清楚 另外一條路線要花多久的時間 這樣子 這個是沒寫 應該是比較簡單一點吧 我希望 Wine Glass Bay Lucao 走 現在是2.01 我們看看會走 我主要 Wine Glass Bay Lucao 要走40分鐘 對 這邊就有寫了 好 繼續走了 我們要走上Wine Glass Bay的路上 會先走 然後到這個Cose Bay 對 Cose Bay Look Out 然後要再往上走的話呢 要再走20分鐘 沒錯 我走到它脫外套了 雖然這裡還是有點難 那我們現在走到的這個頂端呢 就是可以看到這個 Wine Glass Bay 對啊 很漂亮啊 對 然後呢 它還有一個路線呢 是可以走到那個沙灘的路線 對 而且來回呢 要1.5小時 那這條街均路線呢 走上來大概40分鐘左右 然後這條路線 我覺得就是 緩緩的走上來 幾段是小階梯這樣子 我覺得算是 家人都蠻適合 一起來走的路線 而且上來啊 就可以看到海邊的景色 很多海邊的景色 很多海邊的景色 而且很美 一走上來啊 就風景有一點不一樣 就變成石頭啊 煙石地形這樣子 很酷 這是我們太晚到了 對 好好笑 剛才想說打不開門 然後怎麼看到我的名字 這麼大在上面 對這裡 嗯 走 去看看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回到我們在 Swanshee這邊住的地方 今天是我們 在Tasmania 最後一個晚上 對 那我們就是住在這個 Holiday Park 對 靠海邊 去找我們的Camping 對 他這邊Reception Hour到6點而已 喔 他不就剛吃到 對 剛吃到他就準備好了 我們今天住了現在的Camping 在紐西蘭跟澳洲就很多這種 對 組合屋 嗯 他叫Cabing 但其實這種其實都還蠻不錯的我覺得 這種做的都很好 哇還真的很好 欸前台接待時間有冰淇淋欸 I'm ready 登登 歡迎歡迎 Camping能不能拿冰淇淋嗎 我有沒有冰淇淋 這裡一進來就是廚房跟餐桌 欸這就是一個貨櫃屋啊 而且他這是一房一廳的感覺 對 先看這邊 這邊是一個小客廳 這裡是一個小客廳還有電視欸 他這裡隔成好多間喔 然後旁邊就是廁所 廁所也很大間欸 哇這貨櫃屋很會隔喔 車主要車子貨櫃就隔成一間一間小小間 這裡什麼都有 也有鎖爐 也有電視爐 然後這裡就是睡覺的空間了 哇很不錯欸 看出去就是別人的車子 遠一點可以看得到海 我們可以去那邊走一下欸 然後他這裡也是有可以停露營車的 所以他也是有共用鮪魚跟共用廚房 我們下去讓海邊看看 對 很多人在這邊停露營車 對啊 我們的露營車都好大排啊 好高級喔 哇這裡可以 這裡可以 這彩虹欸你看 哪裡 在海上面 在海上面 你沒看到啊 嗯 我還是要看我們的影片才叫 赫博特不能待太多天啊 對沒錯 應該在這邊多待一點 對啊 哇你看這裡真的好美啊 這裡還停了一台露營車 哇 我來到Tashimania這麼多天 可能只說了兩三句說這裡真的好美喔 對 然後都沒有去走下去海灘對不對 我們第一次走下來海灘 都沒有啦 對啊 好美喔 好美喔 蛍 好美喔 好美喔 跟艙人說 然後再贏 好美喔 算是 suggesting 可能是 好美喔 好美喔 早安 那今天是我們在Tasmania的最後一天 那我們昨天住在Swansea這個地方 那我們今天離開了那個很漂亮的靠海的小鎮 然後早上我們就去他們的市區那邊走一走逛一逛 那我們現在再開回到Harvard的路上 然後來看看這個路上有什麼小景點 好我們現在開到這個地方呢 是一個港口 是一個港邊的小鎮 那來到這個小鎮呢 大家就是會搭船 搭那個Ferry 去這個叫做Maria Island的地方 到那個島上呢 就是可以看島上的不一樣的風景 很多人也會去那個島上面看帶雄 那帶雄好像是不一樣品種的 據說 不知道 要到那個島上啊 要搭船 一台車是44.75 或者是呢 可以Per Person這樣子 一個人的話就是22.35塊 那他這邊也可以買一個Season 或者是一年的票這樣子 一票 這是個非常純樸感覺的一個小鎮 港口小鎮齁 對 然後就都是一些小山車啊 小麥魚 Fish and Chips的店 這樣子 然後Maria Island也是一個National Park 它這裡還可以看得到海 然後搭船出去 然後看到一些風景這樣子 這怎麼好像是我們那天看到的那個景色 對 哇那這個海邊好美喔 超美的 這個Maria Island它也是有兩個島 所以它也是有一個 鍋子的地方可以看到兩邊 今天週五呢 我們要來吃這間 在East Coast這邊的一間餐廳 那它就是靠在海邊 這邊還有它住宿的地方 游泳池 還有他們的私人沙灘吧 你看這個海邊 超棒 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East Coast這邊 有一間餐廳 它是有吃牛排 義大利麵這種的 這是我們剛在那邊問到 Information Center的人 他們推薦的 然後這間是一間海邊的餐廳 然後它有很好的view 然後它這裡也是有一個resort 在旁邊可以住宿的 在旁邊可以住宿的 謝謝 那我們點了一個義大利麵 一個前菜 Haloumi起司 我們點了這個義大利麵 是白醬的 然後有蝦子 醬是很多汁 對啊 他們的義大利麵 跟Haloumi起司 我覺得都不錯耶 而且來到這邊很多人 會點披薩 對 我們隔壁兩桌都點了披薩 而且重點是可以配這個海精 好天氣的時候 是在那邊吃飯 我覺得非常棒 對 我覺得這間餐廳可以放進 我們公寓的影片 那一集 好 推一下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來到這一間 Alice Cafe 漂亮耶 對啊 對 我們在這個Cafe呢 它有一些冰淇淋 然後還有一些咖啡的選擇 然後還有一些輕食啊 甜點之類的東西這樣 然後它這裡還有賣一些商品 像他們農場的蜂蜜啊 還有一些手作的東西這樣 哇 我突然覺得 好像到了最後一天 才知道Tasmania 應該怎麼玩的感覺 真的 然後我們點了這個 薰衣草冰淇淋 紫色的耶 嗯 我從來沒點過薰衣草冰淇淋 嗯 而且Tasmania 如果說沒有吃過薰衣草冰淇淋 太說不過去了 很好吃耶 而且有一個薰衣草的香味 好吃 好那我們在Tasmania 那最後一站呢 我們來到機場旁邊的這一間海鮮店 然後這一間店呢 我們也準備要來吃生蠔 離開塔斯馬尼亞之前呢 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再吃一次Oyster 好 走 我們進去吧 然後我們來到的是這一間 在機場旁邊的 這間 他這邊除了賣生蠔之外 還蠻硬的海鮮 龍蝦 然後蝦子 都有 魚類也有 然後他這邊的Oyster 是6個是19塊 12個是30塊 這裡有寫 好那我們點了6顆來吃吃看 然後他點了一杯白酒 然後這一家的看起來 跟我們前幾天吃的那幾家 有一點不太一樣 那他也是這樣深深的 他比較是長形的 對 都是圓的那一種 對 我們來吃吃看 也是去吃的 可是我更喜歡另外那一種 比較圓的那一種 嗯 他也是甜的 但是他這個就有一些海味 對 比較喜歡另外那一種 對 雖然一樣是在塔斯馬尼亞吃生蠔 但是真的是有茶 對 任勤吃圓形的 對 可是這裡沒有那一種 所以其實在塔斯馬尼亞 有非常多間 生蠔店 反正去到那一間生蠔店 你就去找有圓形的 圓形的生蠔食就對了 對 因為這是超愛的 嗯 就去我們那隻家飼 就是沒錯的 嗯 好 那我們整個塔斯馬尼亞的Vlog 就到這裡啦 然後我們也要去做塔斯馬尼亞的公日影片 可以去看喔 好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和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喔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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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